第三十一题如图有A型B型跟C型的三种不同的纸板 其中A型的纸板边长是π 也就是说A型的面积是π平方π的二次方 B型是一个长方形 长是π宽是1 表示它的面积是π C型边长都是1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1 它说要从A型7块 B型17块 C型12块 这一共36块纸板里面 拿掉一个 使得剩下的35个纸板 在不重叠的情况下 可以紧密的排出一个大正方形 请问拿掉是哪一个 关键就在于这个紧密的可以排出一个大正方形 如果可以紧密的排出一个大正方形的话 因为这些纸板都是不可以切割的 所以如果可以紧密的排成一个大正方形 表示这些纸板的面积和 面积和 列出来的这个多项式可以阴式分解 而且这阴式分解出来的那个细数呢 一定要是整数的细数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纸板把它合起来的 面积和可以阴式分解 利用十字交成法做阴式分解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表示可以紧密的拼成一个大正方形 如果不行的话 表示没有办法紧密的排成一个大正方形 好那我们分成几种情况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如果拿掉一个A 他说拿掉一块 我假设我拿掉的是A 那A呢 现在本来有七块 现在拿掉一个变六个 整个这些纸板的面积和呢 叫做六π平方 加上B型的有十七个 十七π 加上C型的有十二个 十二 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以 这个阴式分解呢 我们用十字交成法做做看 把六呢 拆成三二六 十二呢 拆成四三十二 正式正三 乘起来 四二八 八加九 刚好的是七 这个可以阴式分解 而且呢 可以把它分解成 三π加四 乘上 二π加三 好 这个既然可以分解的话 拿掉A 就可以把它紧密的排出一个大的长方形 所以呢 这一题答案选A 那我们来看其他两个为什么错呢 如果拿掉一个B的话 拿掉B 整个面积和呢 请看一下 A型有七块 就七π平方 加上拿掉一个B 本来B十七块 拿掉一个变十六块 十六π 再加十二 这个没有办法分解 第三个呢 我们如果拿掉C 拿掉一个C A型有七块 七π平方 加上B型 十七块 十七π 再加上C型的 有十一块 十一 这个也没有办法做 利用十字交成法 做阴式分解 所以拿掉C呢 也没有办法紧密的排成一个大正方形 那第四种情况 完全不拿掉呢 完全不拿掉就是有 七个A 七π平方 加上 十七个B 十七π 加上 十二个C 加上十二 这个也没有办法做 十字交成法 做阴式分解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就选A这个选项 四个C